盘点火影中实力被低估的十位忍者 首先第一位水月 说最怂的话打最狠的架 火影中这句话描述的最贴切的就是水月 水月性格天生胆小怕事 加入佐助的英小队 一是佐助答应给他找他心心念念的斩首大刀 二也是觉得佐助的实力不错 不然早跑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水月 也有讲义气的时候 在英小队低估八位人助力其拉比的实力差点全军覆没的危机关头 正是水月一人力挽狂澜 将自己的身体融入水中化身为水怪 硬生生扛下了八位尾兽炮的权力一击 虽然被打成了果冻 但是并没有死去 之后五影会谈跟着佐助对付雷影的时候 水月嘴上说着佐助是不是太疯狂 手上的斩首大刀却没有一点犹豫冲在了最前面 刚最猛的雷影 第四次忍戒大战 面对历代火影的复活归来 要准备去支援联军作战 胆小的水月就想开溜 结果还是被拉着一起去了 战场上他依旧勇猛 一水枪打蒙会木盾的窝卷白绝 冲过木盾拦截去就被搬捅死的佐助 所以水月的实力其实没他自己想的那么多 国人转中打打蒙皇这样的木叶上人轻轻松松 第二位至乃 至乃一直都是木叶十二小强中最低调的 出场也低 所有忍数都和虫子也关 武盾忍数他一个不练 初始觉得他的实力很是一般 无非就是虫子而已 然而他却将虫子忍数完出了花 不仅能用虫分身迷惑敌人 还能将虫子附着在自己的体表进行防御 或者组成盾牌 这跟我艾罗的绝对防御有得一平 而且他控制虫子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虫子再生速度极其快 第四次人界大战中 至乃还研究出新型虫子即大虫 瞬间就分食了一只小怪兽 所以至乃的实力绝对是被低估了 被暗本低估 这虫子要是多来点 把尸尾吃掉也不是问题 没了尸尾看后面带土 以及班海怎么发动无限跃离 第三位景也 景也的实力单看情况跟录丸一样 两人都不是主攻型选手 景也擅长的是精神忍数 战场上他能强行操控敌人的身体去战斗 唯一的缺陷就是本体会陷入沉睡 这在战斗中是很危险的事 所以景也的新转身之术 往往都要配合鹿丸和钉刺来用 景也的招式在上升一步 其实就是加藤段的零化之术 第四次人界大战 他连拥有轮回眼的带土都能躲在控制 像金角这种级别的狠人 都难以抵挡他被入清净身体 第四位宇之波复月 实力被整个木叶高层以极右低估 自从搬离开木叶之后 宇之波一族就备受木叶排挤 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能主持大局 为一族争取话语权的强者 最后一而再再而三被排挤到了村子边缘 一直到了复月这一带 宇之波一族才有了造反的底气 可惜的是不仅木叶高层 就连幼以及止水都不认为复月能成功 这也是又选择灭族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无法成功的革命 只会消耗木叶的实力 让狄村势力有机可折 所以他才决定灭掉一族 但我觉得复月的实力绝对不简单 作为一名开启万花筒 却隐忍多年的宇之波族长 在各种家族秘书对他都是敞开的情况下 这么多年不可能摆火 底牌有多少没有人说得清 起码应该不比又差吧 一邪纳其一邪纳没肯定都知道怎么用 所以如果当年止水又都和他联手 造反大叶成功率还是相当高的 不过复月败也败在太过于隐忍 以至于家族成员都失去了信心 又都是在他快造反的时候才发现他有万花筒 但不知道他的实力 团葬一逼迫心意狠就做出了手 等复月发现的时候 整个家族的高手都被灭亡了 这时候的复月应该也很无奈 索性只能成全了自己的儿子又 第五位小男 被带途小瞧 小男在小组织出手并不多 除了组织成立初期之时 他现身去招揽成员之外 其余大多数时候都是陪在长门身边 小成员们人人都有定额的抓捕委收任务 但是小男并没有 被长门保护得好好的 以至于最后在长门死后 带途根本就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只认为他是一个脑袋空空的小姑娘 够不成什么威胁 大摇大摆就去找他要轮回眼 但随着一场六千亿起暴符的豪横出手 小男打出了败家威名 这一战带途也感叹 他果然不愧为小组之一 连神威的漏洞都被他卡住了 如果不是小男算漏了带途一邪奈奇这个秘书 带途绝对会在爆炸中化为飞灰 可惜后面小男没被绘土转生出来 不然结合二代火影的 不成起暴符之术就无敌了 这下根本不用花钱买起暴符 第六位春野英 都说小英非常擅长换术 因为他认为自己终于追上了那两个挂逼 但其实作为一名普通人 小英能将实力提升到这个地步 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这一点可以在天天和景也身上体现出来 身为女人 他们也都曾以钢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但最后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小英一人 小英的实力的确不如名人佐助 他没有六道之力也没有血迹仙剑 但是和钢手相比 小英的实力绝对不会输给自己的师傅 不管是忍术体数还是医疗忍术 钢手会的小英都会 虽然他没有牵手一足的血脉加持 但英封印这个秘术足以弥补 而且小英的优势是更年轻 身体也轻 不需要特意花费多余的查克拉去维持身体 第四次忍戒大战打到最后灰叶出场 小英的查克拉都还能支撑戴土的双神威 全力发动了五次 在最终封印灰叶的战斗中 他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没他那一拳还真不行 另外木叶所有女人 我觉得小英的实力应该能排在第一位 第七位鹿丸 鹿丸目前是八代代理火影 不过他的实力却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在大家眼中鹿丸不过只是智商上有优势 战斗上表现一般 不足以胜任火影之位 但我觉得他的影子数负数其实是不一般的 的确鹿丸在对付能随意吸收对手忍术的大土木之时 确实没有什么优势 但这点木叶十二小强除了主攻体数的小李之外都差不多 当年鹿丸还是中忍的时候 凭借影子忍术就完成了单杀飞断 这个战绩一般人难以做到 第四次忍戒大战开启之时 他的影子束缚数已经强大到能随意控制多有野的聪明三角 哪怕是九尾化的金角被他用影子定住也难以挣脱 所以我觉得鹿丸的实力是被低估的 另外鹿丸最适合的是打辅助 冷不丁给敌人来一下就能辅助队友完成绝杀 第八位大蛇丸 在很多忍者眼里大蛇丸不过只是一条赖皮蛇 虽然前期大蛇丸是大boss 鹰森恐怖的笑容能吓哭小孩子的那种 身为精英上忍的卡卡西在他面前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 就连封影都被他干掉 然而随着双手被三代火影封印 他的boss身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而且大蛇丸简直就是火影第一衰老 他想得到轮回炎 结果被佩恩一招击败 只能舔着脸球加入小组织 他想抓八位结果只偷到了几个细胞 本想通过克隆的手法弄一只小八位出来 结果却越搞越大 只培养出了一只大牛角 他想学仙术 结果身体根本不允许 他想得到佑的身体 结果却被佑的幻术当场定住 并轻蔑地告诉他 他的任何手段在血纹眼面前都没有用 最后大蛇丸只能退而求其次 将目光放在佐助身上 然而在阴忍四人众护送回佐助的时候 他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转身到佐助身上 结果运气就是这么帅 他已经提前随便选了具躯体 这下想要转身只能再等三年 最后好不容易培养了佐助三年 结果佐助趁他病要他命 主书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 大蛇丸还自以为留下的后手没人发现 却不料一切都在佑的算计之中 佑和佐助大战的时候 看见这兄弟二人已经游进灯窟 本来一向形势小心的大蛇丸竟然自大了起来 结果被佑的十拳见一见封印 所以这样的大蛇丸在众人看来似乎就挺弱的 不过再次被复活之后的大蛇丸就不一样了 能利用不适转身卡死神半 无伤使用尸鬼封镜 会途转身能强行控制二代火影 而且拿回双手之后 这意味着大蛇丸想要施展什么术都不用再受限制 连尸鬼封镜这样的封印术他都能破解 在这方面大蛇丸绝对是天才 如今博人转中 明远佐助的实力都被削了 唯独他依旧神秘 实力还更为强大 人造仙人模式都能做 而且他还是活影中唯一长生的存在 所以理论上只要大蛇丸活得够久 忍戒迟早他最强 第九位药师兜 药师兜并不是普通人 他是刚手承认的天才 三忍大战的时候哪怕是刚手用医疗忍术将他手和脚的神经颠倒过来 他也能迅速调整 获得80%的正常行动力 而且初期的时候 其实大蛇丸也在防备和试探药师兜 不过药师兜从未有当老大的心 所以后面大蛇丸还将会途转生也交给了他 并且周应的各种研究都交给了他 还带他一起到龙地洞去转了一圈 最后大蛇丸失去双手之后 所有一切实验都是通过药师兜之手去实施 所以这一切都注定了 药师兜如果想变强就一定会 原本他被木叶抛弃之后 就只想好好跟着大蛇丸为非做来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大蛇丸竟然死了 药师兜失去了主心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他想象名人是好将调查到的小组织情报都给名人 可木叶根本没人相信他 看见名人身边有众多同伴 而自己只有孤身一人 所以受到名人的刺激 药师兜这才燃起了做主角的动力 精湛的医疗忍术让他为自己完美 移植了香灵水月的能力 逆天的运气让他学会了 大蛇丸当年都无法学会的仙人模式 大成的灰土转身让他随意召唤 曾经自己高不可攀的强者作为祈祖 而离真正的强者药师都现在差的 就是一颗坚定的心 而这又也给他送来了 依贤那美之下走一遭 药师都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样的药师都如今在木叶虽然从未出手 但是绝对算得上是木叶隐藏大牢 第十位香灵 香灵虽然只是一个奶妈 一身能力全在奶上 感知能力超强 辅助技能全是满星 但在战斗方面 他可以说不是零也约等于零吗 不过在第四次人界大战中 香灵觉醒了漩涡一族特有的能力金刚封锁 这意味着他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而且香灵的查克拉量应该是比较恐怖的 毕竟不仅可以给同为超级奶妈的刚手治愈和充能 还可以自己奶自己 这查克拉量配上金刚封锁应该少有人能敌了吧 一般的伟兽通灵兽都可以随意封印 以上就是火影中那些实力被低估的人者 你觉得还有哪些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